今天開始冷空氣減弱 但是大家早上出門 應該還是覺得 怎麼那麼冷啊 事實上今天早上 因為有陽光露臉 但是晨間輻射冷卻 雲層比較少的關係 因此在低溫的部分 在苗栗的頭屋以及灶橋 都降到只有在1.5度 這也是入冬以來 平地的最低位 目前看起來 接下來比較晴朗的天氣 預計會連續持續3T 不過要注意的是 禮拜六開始 又會有另一波的天氣變化 但是要注意的是 今天開始 雖然說溫度有回溫的現象 不過要注意到 日夜溫差滿明顯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7點的時候 全台灣還是一樣凍番薯 台北6.7度 加以6.2度 但是接近中午的時候 台北升到18度 加以是來到了21度 這個溫差就已經來到15度之多 那接下來兩天都還是一樣 晨間大概7 8度左右 早上還是要穿保暖 空氣品質方面 要特別提醒是中南部地區 今天屬於被封測 P2.5比較偏高一些 敏感讀取外出 戴口罩了 下午詳細預測提供給你